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抬头 畜牧业减少使用预防性的投药 已经是国际的趋势 但你看到台湾有一家近20年的生物公司 花费十多年 从林芝上找到了珍贵成分 董事长郭昆生率领团队 帮助许多的畜牧场降低动物的患病率 因此在亚洲知名度大开 而其实郭昆生曾经罹患日本脑炎 不过他没有因此放弃自我 在父亲的鼓励下选读了食品相关科系 进一步打造利他的产业模式 各位的新闻镜头带您了解 它的生长线差不多是落在0.1到0.2 在一个星期它就可以做采收了 每年4到8月是培养林芝的黄金期 业者透露温度必须控制在32到33度之间 湿度要超过90% 这里是中台湾最大的灵芝养殖园区 就在嘉义的阿里山下 而且是采用太空包的方式来种植灵芝 比较特殊添加了中草药的成分进去 汉芳养殖就是这个因素 它是添加中草药的培养机 所生长出来的灵芝 用中草药来培养灵芝 是台湾生物业者郭坤生花了十多年研发的独家技术 固态培养的话当时没有设备 所以我们固态培养还包括整个设备都自己去开发 我们也这个花啸草也申请了专利 人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 讲起话来温文儒雅 画着腼腆笑容 他是郭坤生 曾在美商工作多年 有着食品 动物科学和兽医背景 他所带领的团队 帮助许多畜牧场 降低动物患病率 累积的成功经验 让郭坤生团队在亚洲知名度大开 而郭坤生对动物的了解 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四岁就得日本脑炎 然后不然差一点就死掉了 那就是晕陷症就困扰了我 困扰了接近四十年 只要我念书动脑筋的话 头就晕了 那所以我小时候就没办法念书 没办法念书 那我家的话 从我出生我父亲就从事养鸡养猪这个行业 所以我就在鸡笼子里面长大 不过郭坤生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 在父亲的鼓励下 选择读食品科系 后来父亲的畜牧场越做越大 进而转向投资其他事业 但投资失利 让郭坤生面临人生第二个重大考验 我一退伍之后就负债 跟我弟弟共同继承了一亿六千万的负债 继承了一千六百万资产 那所以说我的人生就被这一个负债绑住了 面对庞大债务 郭坤生放下教书梦想 全心全力经营家里的畜牧场 完完债务 那一直就想出去外面看看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所以当我弟弟退伍之后 我就把机场租场交给他 美商的药厂去工作 那健康问题就一直我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 也是当时大家最需要的 延续对动物健康的使命 郭坤生想做的是 打造利他的产业模式 维护动物健康 同时降低成本 不使用药物 其实也就是在节省成本 对我们来说 免疫力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医生 干脆就投零子在饲料里面 我们成立要找一个 符合环境生态友善 要符合利他的一个生产模式 不能老是利己 这个社会要进步 必须要有利他 郭坤生保持微笑 阐述人生经历 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宝贵心愿 从东方医学中找到的独创养殖法 从台湾传播到世界各地